学校内的追死小镇 百满祝福举贺 同学送上字卡 悼念遭刺死的郭三生 从上个月25号至今过了9天 家属终于首度对外发声 透过公开信提出三点声明 四项呼吁 包括不效人士发布奖账号募款 已经请警方处理 若在散播不实影片或假冒亲属民意发言 也会采取法律途径 更提到他们反对非死 不相信恶徒能叫化 希望教唆者和杀人者 能受到法律制裁 家属文莫跟类塑 他们曾经是幸福的家庭 有一对子女 弟弟总会帮忙照顾身心障碍的姐姐 没想到徒来的不幸 让一个贴心又善解人意的孩子 就这样离开 沉痛呼吁希望孩子的牺牲 能减少日后不幸的发生 针对有疑虑的学生 然后按照那个法律 两个家长委员陪同 或是学生代表陪同 然后要全程录影 才可以对这个学生做搜查 因为在法律上没有更改的时候 他理解的条文是这样 校园案件出现漏洞 让无辜生命逝去 家属沉痛发生 判外界别再二次伤害 让司法还给被害家属 一个迟赖的争议 继续的态度人赵建林 新北报导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